欢迎回到中天新闻台 现在倒数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 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已经准备好 要迎接民国一百年 那么事实上今天各地真的有许多精彩的活动 包括台北市101烟火 可以说是这次全国最多样式高达15种 剑湖山的释放时间最长长达671秒的烟火秀 而高雄一大则是有58,000号称最盛大的烟火秀 我们待会都会一一的来带您观赏 首先先把镜头转到大家园区在这里 这季小军率领480人唱出台湾的希望 还有许许多多精彩的活动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主播庄玉珍 在戴家河滨公园 在戴家河滨公园 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所进行的建国第一百年的跨年庆典活动 现在进行到最后一段的演出节目 这是由纪小军带领着400位国小合唱团的小朋友 一起来演唱的是南王戏之歌 这个呢算是一个同样是一个礼赞 也是一个颂声曲 我们仔细看画面 提醒您来看看这些小学生们的装扮 可能有很多 不管是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生 甚至是更早一点的 这个前辈辈辈辈们可能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他们身上穿的是代表不同的世代 在中华民国走过一百年以来 每一个世代他们当时所穿的学生制服 那么纪小军的服装呢 当然更是特别了 我们看它 它是不能移动的 因为它呢 就是穿着这一身的服装 它的下半身延伸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的平台 它就是从平台缓缓的向上升起 它的裙子像花朵一样绽放开来 这个几乎占据了整个主舞台的中央 大部分的面积 在这一身的服装呢 建国一百年的这个跨年庆典活动 从一开始的仰望星空祈愿 那么生命的诞生 文明的播种 到这个迎接曙光的到来 到人间的生活怀态 到现在呢 回顾这一百年以来呢 每一个世代为台湾所做的努力 跟付出跟成长 都在这里齐聚一堂 等着要迎接这个 第一百年这一秒的到来 就在这一段的 南王戏之歌的演唱之后呢 紧接着要登场的 将是更为精彩的烟火表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了现在大家应该赶快屏息等待了 因为接下来就是非常精彩的烟火秀 马上就要展开咯